醫生,聽你這樣說,好像smile比lasex更好 在度數上有沒有其他的分別呢? 如果我做完之後,有沒有機會回復領導的近視呢? 我們希望達到目標,就是病人想要領導 或者想要多少度,我們都可以達到 當然我們不會說變魔術,我們是做手術 所以通常那個技術的準確性是高 通常來說,如果你想要求的度數是領導,或者是一個度數 我們九成,九成本都可以做到的50度 所以這個也是最高的 但也要說回,Lasex和smile的度數是有些不同的 Lasex這麼多年的發展,它可以做到很視乎角膜的厚度 角膜是很厚的角膜,其實可以做到1200度近視 或者是300-400度,或者是500度左右的散光 又或者是500度的遠視都做到 因為那個打磨的幅度,打磨的程度就很脆弱於你那個角膜的厚度 但是角膜的厚度也是因人而異的 有些人的角膜比較薄些,可能是500度比較薄些 這可能是600,500-600 這裏的分別可以令到打磨的度數有很大的分別 相反就是smile smile現在這個科技做不到遠視 純粹是近視,因為近視的原因就是弧度比較弱 所以通常我們做smile是把角膜拿出來的弧度打平 所以這個是近視一般的情況 近視加上散光都可以的,都可以用smile做 但是也要注意smile也有它的要求 就是角膜的厚度也有一定程度要求 我們也要做剩剩剩剩剩剩剩的厚度的要求 這些一定要在我們做的檢查 在那個病者那裏看看究竟可以做到多少 所以如果一些比較高一點的度數的人 其實就要親近看醫生幫他計算 所謂的眼睛是適合哪一種的效料 或者會不會太過marginal的情況 當然這兩種做了效果 如果是根據計算準確而度數也準確的話 所以在這裏看法出來的效果都可以很大 因為可以維持到整補50度的原因 那也很好 那也很好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